在看A股的话呢 就是你会看到呢 它在逞强的背后 它能一直这样逞强下去吗 我觉得肯定是不能够的 但是呢你很难判断 它会坚持多久 在这个市场里头呢 折腾多久 这个呢是不好说的 这个呢同样构成我们在A股投资的一个艰难的地方 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市场环境 还是要对这个市场呢 保持一定的 就是游离状态 这个呢就是挺难的地方 挺难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做投资呢 特别难的地方 就是如果说贴的市场很近呢 确实是一种活法 确实是一种活法 因为就是 就是刀比较快的一个玩法嘛 对吧 贴的市场 这个刀比较快 哪里有日点 追在哪里 赚了就赚 赔了就资深 对吧 这是一种玩法 但是呢 如果说想把市场向清楚以后呢 偏向一个不动如山的 这样一个玩法 这个呢其实确实是很难 我觉得确实是很难 特别是呢 当市场处在一个转型期的时候 那一方面呢 你面临一个逻辑 要被验证 被市场验证的这样一个过程 第二一个呢就是 会面临的市场 落在其中 而你呢 独守 这个 孤中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呢也是 挺难的一个地方 这是挺难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我觉得 股市这东西呢 最后 就时间一拉长 它肯定是验证 判断 就是所谓的赚认知的钱 一定是这个样子 赚认知的钱 那从这个大的资金来讲呢 它其实到最后呢 也只能是赚认知的钱 阶段中呢 它可以去影响市场 但是呢 最终来讲呢 它还是在赚认知的钱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呢 那面对这两天的 这个市场走私呢 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市场的调整呢 除了说 技术性的因素以外 可能内在的逻辑 还是呢 中国这个经济走向 面临的重新定义 这样一个 关口上面的一个东西 这个呢会决定 未来 未来的这个 投资的一个机会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呢 如果说 如果说呢 这个市场的股指重心 是一个偏往下的一个状态 那么对于所有的投资者来讲呢 你要么就是走极端路线 就现在呢 围绕着市场热点去炒作 要不的话呢 多少来讲呢 都会是一个相对比较痛苦的一个阶段 因为它是一个 这个尘埃落定 这么一个过程 它是一个要落定 但是没有落定的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们看很多呢 优秀的这个上市公司 它在这轮当中呢 都出现了巨大的调整 而且这种巨大的调整呢 你并不能够一言以蔽之 说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种情况 我觉得呢 他们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情况 在未来来讲 他们是不一样的 在短期来讲呢 他们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大论次的一个调整 红红火火 那么多年 然后现在呢 进入一个大的一个调整 这个呢 我觉得是现在这个情况 那从基金来讲呢 他们看得见的 就是想不动如山的 在今年呢 都是表现都不好的 对吧 你坤坤这种呢 其实他也走的是 不动如山的路子 只是呢 他选择的是偏消费酒啊 等等这样一些 那现在效果呢 也不太好 那比如说像 西志宇啊 或者说像 这个董承飞他们这些 他们选择呢 也是不动如山的 他们是希望呢 守住 A股当中的一些核心标的 长期呢 被验证的 然后股指相对便宜的 目前来看呢 也不明显 也是一个煎熬的一个过程 当然了 我相信呢 在他们的十大 持仓以外呢 还是有大量的去参与市场的日平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那么短期的市场最活跃的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主题 以及呢 在各种各样的主题里头呢 偏小型的公司 具备呢 高弹性的 这种高弹性呢 是公司呢 有成长空间 但是呢 更重要的呢 是这些机构进去以后呢 阶段性呢 有掌控能力 那我觉得这是 两个不同的 侧面的一个匹配 就一方面呢 公司看起来呢 在一些 友好的这个方向上面 然后呢 看起来呢 业绩呢 具备比较高的成长性 弹性 公司的规模会小一点 然后呢 这些资金进去之后呢 他们 对他们有掌控能力 有掌控能力 掌控能力的话呢 就体现在呢 他可以左右他的涨跌 他也可以在上涨过程当中呢 至少体现出净值收益 这个呢 是今年以来呢 很多基金呢 在做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敢这么吵 吵得这么雄悍 就是这种玩法 在一个阶段里头呢 他是受益子 他会体现出呢 精资的这种增长 然后呢 在竞资增长当中呢 他可以在市场里头 排名比较靠前 他吸引资金的加盟 也会呢 导致市场的日度 保持呢 比较好 这样的领导 也满意 但这个玩法呢 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会发现 这里头呢 会有很多问题 这个极有可能 就重造A股历史上面的 就买了一大堆 不具备呢 长期成长 机会的一些股票 阶段性的可以 但是长期 天花板很明显 或者行业的 这个发展空间的比较窄 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就过不去了 这种类型的公司呢 估计在当家来讲呢 会很多 但是呢 当下呢 会被追跑 这是现在呢 看得见的东西 好吧 那么至于今天的表现的话呢 我觉得 在炒作方面呢 还是有严峻性的 就是往上游啊 往车啊 这些呢 继续做 但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 调整压力呢 是很浓潜的 好吧